有一位讲师 有一位讲师 他在给学生们上课 大家都认真的听着 突然有这个讲师就讲了 同学们 你们认为 拿起个玻璃杯 这杯水有多重 讲师拿起个茶杯给他们看 同学们有的说200克 有的说300克 这个讲师说 对了 这个杯子只有200克 那么你们可以将这个杯子 在手中端多久呢 很多人都笑了 老师200克而已 端多久又能怎么样呢 讲师没有笑 他接着说 如果你们端着这个杯子一分钟 各位一定觉得没问题 如果你们拿它一个小时 你觉得手很酸 如果你拿它一天呢 一个星期呢 那你必须要叫救护车了 大家笑了 不过这是赞同的笑声 讲师继续说道 其实这个水杯里面的水很轻 但是你们拿得越久 你们觉得越沉重 这就如同把压力放在身上 不管这个压力对你来讲 多么的轻 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在心上 时间长了 你会觉得越来越沉重 无法承受它 所以我们学佛人不能把任何一点一滴的不好的心态放在心中 去伤害自己 因为你把对别人的恨放一个月没关系 放一年两年三年之后 最后你就会伤害到自己 所以希望你们学佛人 所以希望你们学佛人要调整心态 只有放下心中所有的包袱和压力 我们才能站得更久 我们才能看得更远 所以一个学佛人能够调整自己的心态 是你学佛成佛的关键 我们这么多年来 我们背负着孩子的包袱 我们背负着自己心中过去的难受 我们背负着烦恼 我们走不远了 所以我们学佛学得很累 为什么要放下 因为放下了 你才能前进 最好的学佛是随缘 现代人讲叫调整心态 烦恼是没有智慧人的象征 懂得世事无常 因为烦恼的人会离开智慧 因为一个有智慧的人 他不会有烦恼的 一生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自然放下 自然解脱 自然成佛 自然宣言 自然无常 自然以触阻开智慧人的